来跟进政治工作者 赵明福案件的最新进展 随着首相纳都斯利安华 同意让警方重启调查工作 5级安曼刑事调查部总监 纳都斯利苏海里表示 一旦接获上头指示 不排除将再一次传照 所有相关人士协助调查 但前提是会事先评估 并考虑所有层面再做决定 首相纳都斯利安华 昨天在首相署接见赵明福家属 包括父母 妹妹 遗孀以及儿子后 同意重启罪请命案的调查工作 首相保证调查工作会透明和公正的进行 不受任何干预 同时会考量上诉庭 在2014年9月5号做出的判决 未经许可 Event 优优 Marcu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